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信守诺言的纪布 信守诺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以诺千金这句话不仅体现了古人的诚实和信仰 也说明了任何物质财富和金钱都无法与高尚的品德和诚信的美德相比 诚信的美德不仅会给人带来幸福和安康 也会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安宁 秦朝末年在处地有一个叫纪布的人 他性情耿直 为人侠义 喜欢帮助别人 他以信守诺言而闻名处地 楚汉相争时 纪布是项羽的部下 曾多次率兵打败刘邦的军队 等到项羽战败后 刘邦坐天下 曾出千金悬赏捉拿纪布 并下令油胆窝藏纪布者要罪灭三族 由于纪布的诚信 为人所静慕 扑阳的一位姓周的人家 暂时收留了他 但是周家对他说 汉王想尽快捉拿到你 很快就会追踪到我家 将军如能听我的话 我有一句可救你 如果不能 我情愿先自尽 纪布答应了他 周家便把纪布的头发剃掉 用铁钩竖住他的脖子 穿上粗布衣 将他和周家的几十个奴仆一同卖给了陆迪的著名游侠 朱家 朱家心里知道是纪布 便买下纪布和奴仆 将他们安置在田园干活 并且告诉自己的儿子说 田间耕作的事 都要听从这个庸人的吩咐 一定要和他一同用餐 于是 朱家就到洛阳去拜访了汝阴侯 藤公 也就是夏侯英 朱家利用这次拜访的机会问藤公说 纪布犯了什么大罪 王上如此急迫地追捕他 藤公说 契布多次替项羽窘迫皇上 皇上心里怨恨他 所以一定要抓到他 才善罢甘休 朱家说 你怎么看契布呢 藤公说 他是一个贤者 朱家说 契布作为臣子 为其主上所用 他受项羽差遣 信职而已 难道项羽的部下就应该全部被杀死吗 现在皇上刚刚夺得天下 仅凭个人的怨恨就去追捕一个贤人 不是在向天下人显示自己如何气量狭小吗 以继布的贤能 汉王朝追捕又如此紧迫 他不是向北逃到匈奴去 就是向南逃到越地 为他国做贡献 皇上这种气恨壮士而去资助敌国的举动 您为什么不从容地向皇上说明呢 藤公知道朱家是位大侠客 猜想祭布一定隐藏在他家 便许诺向皇上去说明 很快 藤公过真按照朱家的意思向皇上说明 皇上于是赦免了祭布 朱家因此而在当时出了名 后来祭布为皇上召见 表示服罪 皇上任命他做了郎中 汉会帝的时候 祭布担任中郎将 匈奴王谗宇曾经写心侮辱吕吕后 吕后大为恼火 召集众将领来商议这件事 上将军樊快说 我愿带领十万兵马横扫匈奴 各位将领都应和吕后的心意齐声说好 而祭布却说 樊快真该备斩 当年汉高祖率领四十万大军尚且被围困在平城 如今樊快怎么可能用十万人马就能横扫匈奴呢 这是当面撒谎 况且秦王朝正因为对匈奴用兵 才引起陈胜等人起义造反 直到现在还创伤犹在 而今樊快又当面阿谀奉迎 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一时殿上的将领人人都惊恐不已 吕后因此退朝 从此不再一轮攻打匈奴的事了 由此可见 祭布无私大胆的真诚 在关键时刻解救了国家之难 使无数生命逃离了战乱的灾难 祭布的真诚无私之举 赢得了别人宁可灭三族也要帮他 因为真诚无私与天地相通 使神在眷顾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这些传统故事 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